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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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 同样的呢 有些病人呢 特别是一些心肌炎的病人 他感冒以后呢 突然出现心跳很慢的情况 有些病人会穿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一般谈到风月 谈到威胁 可能会想到 哎 心跳也在快速的情况 但呢 有些病人呢 他可以表现着心跳慢 那么动性心动过滑呢 或者是一些甚至动环节不动不好 当传到肚子的那些问题 那这时候呢 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呢 他可能就水泡去了 泡上了心气心阳 特别是伤羊了 是吧 因为羊呢 羊气是鼓动的 是吧 那么他心动物不是跳慢的 说明他鼓动无力 那这时候呢 他可能会出现 泡上心气心阳的情况 导致心肌 那么一些失毒异毒呢 也可以捉伤盈盈出现心施索养的 比如说一些大心肺炎的病人 一些伤寒的病人 那一些没毒啊 等等 那一些病人 特别以前的白头啊等等 他都可以出现无数的水泡心肌的作用 是吧 那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呢 是失毒异毒 那么他可以灼伤盈盈盈 使他心里所养的心肌 因此呢 改善外形呢 我们有几个方面 那有一个方面 北深呢 是改善风寒湿热 风寒湿血 导致心脏半膜的改变 是吧 另一方面呢 可能是改善风热呀 失毒呀 异毒啊 等等 导致心肌的一个形态 是吧 比如这个风心病啊 心肌炎呢 等等 不同的 在现在医学中有不同的一些改变 是吧 那么这些呢 因此呢 改善外形呢 可以导致心肌 那呢 第五个方面呢 我们强调是个 药中毒 那么药中毒呢 可以导致心肌 是吧 那它的中毒呢 表示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过量 本身应该吃10克 你吃30克了 过量了 它可以省机一新导致心肌 那另一方面呢 你可能按照规范中的药 那么 但是呢 由于这些药毒性比较剧烈 那么作用于特殊体制的病人呢 它可以出现省机一新的情况 出现心肌的这种现实案 那么 在这方面呢 我们 中药呢 里面主要是 有乌头这一类 含乌头茎的一些药物 那么 由于导致吃力是上心肌的情况 那么 我们大家在学乌头 乌头 穿乌草屋的时候 在谈到监主的方法的时候呢 都知道 要干嘛呢 是啊 它要酒间 是吧 也是一个 但是呢 因为酒间以后呢 它会变成圆乌头茎 是吧 那么它87%左右的 你接主每个小时以后 变成圆乌头茎 这个圆乌头茎呢 它是毒性 连小凤子没有毒的 因此呢 我们强调 如果父子用乌药的时候呢 要酒接 否则的话呢 它的主要毒性作用表现为一个 对弥祖神经里的性能作用 弥祖神经的性能作用 那么 它可以导致心肌很慢 导致心肌市场 导致下降 那出现 既可以出现过广的心肌市场 也可以出现食素啊 食上素 食肌市场 食肌市场 那严重的是吧 可以 可以救不过来 也有这种情况 是吧 因此呢 我们在用 五川五草 就要注意这方面 那这些西药的这些 提剂呀 杨利光灰丁 等身上的性肌口品呢 那么同样也有 这西肌市场 作用 这是继续重的 那么 杨利光灰丁 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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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谈到了 心肌的五种病气 那么从这五种病气当中呢 我们可以推测它的阵型 是吧 那么刚才有哪些阵型呢 我们想 灰丁灰丁 灰丁的时候 我们要切换这些方面 那么我们强调体质虚弱 你是牢卷 或者情之所杀 以及感受外食 或者要我中毒呢 它可以出现 鸡血的灰丁 一样了虚 那么出现 沙皮停止大火生台 那么 或者突厘精粉 有些优私脑路呢 或者公安师徒 内设计器 都要过度毒性药物 它可以导致心生不明 或者心思所杀 也就是说它有实例面 有虚理的一部分 是吧 那么它的实例 实惠主呢 可能强调心生不明导的心机 那么一虚的一面 因而拒绝的灰丁 我们更多人强调心思所杀 那么不管是实还是虚 是不灵还是实所杀 施亚 都可以导致心机 那么从它的政经方面推测 心虚感确 心虚感确 肝胜的心虚感确 心虚感确 心虚感确 等等这八个阵性 我们在分证分证当中呢 那么我们谈到 心机的病因病激 心机的病因病激 那事实上我们刚才当中 有十多虚 北施也是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病症 那么强调 它的病位是在心 既然是心机 当然是心脏北施的毛病吧 那么当然呢 与对披肥肝肾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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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血虚肌可以导臭 因此呢 气血阴阳 虚实寒热 互相影响 那么下面我们 谈一下它的诊断 那么诊断问题呢 我们中医谈诊断 那么我们第一 我们首先给它的主要症状 我们根据它的主要症状 它只要被人有心慌了 自己觉得心跳了 那这时候我们中医就可以诊断心机 因此呢 它的主要症状是自觉心慌不安 心跳剧烈都不自主了 你不说我 我一下 或者是我病运其实说好了吗 不行的 它自己还是会心悸 不能自主 我们看到 它的症状委屈呢 有个发作性 发作性 往往这类的病人呢 它可能不是一天到晚的心悸 它可能一阵一阵 呈现发作性的情况 那么它可以藉由什么症状呢 藉由书妹不时 气短发裂 不后运呢 甚至喘口 这种态度会被运绝 那么心悸 心慌 我会觉得疏问不疏 那么大家都好理解 为什么可以出现 闪束啊 甚至运绝呢 那么大家刚才我们谈到 心悸可以由于阳虚引听 所以上一期费导 因此呢 它可以出现闪束的情况 那么运绝呢 如果说 那么新阳虚 新生阳虚 阳虚律拖的情况下呢 那么我可以出现运绝的情况 比如说一件非常坏的心悸 什么 每一分钟二百次以上 或者说一些非常慢的心率 每一分钟可能就二十三十票 那这时候呢 它都可以出现 运绝的脑洪水不成 是吧 可以出现类似于 阿斯通患症的一些表现 因此呢 可以突然倒退 那么前两天呢 你们上一届 刚毕业的一个师兄 和阿虎 和你熟悉他们 小熟 不不比你们都认识吧 那么他打电话过来 跟我说 他说 突然他收了一个病人 他就在神明科撞科 这病人突然昏迷 他突然昏迷 他突然昏迷 经过心肺复苏以后呢 那清醒过来 清醒过来 他给他用的药以后呢 第二天呢 病人的情况都挺好 他就问我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病呢 那么我 本身我们有一些资料 是吧 第一我说你 就是说他 昏迷以后 苏醒 那就说可能存在这个 有没有 他这个昏迷 可能是个心缘性 那么 心缘性的可能 就是个心脏重体 那种心脏重体 他七个岁的老年人 他有没有病动 是吧 病态 都往这些综合症里 在学习 习诊断的时候 可能涉及到这个类别 也就是说 他可能有长时间的间隔 那么他的动房间 不能够启动了 不能够发放冲动 那这时候 他可能吸引出 20来次 10来次 甚至非常 3秒钟 以上不能够 不能够重新 就是说激动 那这时候 他可能就出现这种 阿斯的情况 这种病态的情况 然后他再给他一检查 一切是个病症 那这个病症呢 那这个病症呢 跟这样的情况下 一定要安静 其实啊 那当然了 光吃我们中药 已经出现晕压 出现心脏重体的情况 我们单纯吃中药 是比较危险上 这时候我们是 公民病人 他起过气 然后呢 这个老年人 他就等他儿子回来 他儿子是在外面 他现在是在屋里面 是吧 那么结果 他儿子是当天要来 这天要来 他头天晚上 一决不复 那我们就出现 赖出一致 出现 再一个 那就心脏重体 他儿子回来 我们就被人 就死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可以出现运绝的情况 出现运绝的情况呢 我们要考虑 新原性瘤素 除了考虑 老原性瘤素以外 还要考虑 新原性瘤素 那么在听检的时候呢 那么他主要表现一个 卖过的呢 或者快或者慢 或者气力不起 是吧 这几种情况呢 我们都可以出现 心机的一些表现 因此呢 从脉象上来讲呢 我们终于可以 竖节 竖节代前耻的 那么这些脉象的描述呢 事实上 有些代表 病情的不同 是吧 那么 心电图 是吧 我们要结合现在医学的心电图 那么看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吧 是什么样的心率市场 它到底有没有心率市场 那么 那么 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记忆 变定 要变定 跟变定相结合 而心电图的表现呢 那么可以是 我刚刚我们看到的 卖过是一样 你可以是快 你可以是骂 你可以是不起 是吧 卖过呢 我们别人就说 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经常说 只心中什么 聊聊直下男女 那一定一样的卖过 可能每个不同的医生 他打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那当然了 如果是一个突齐的卖过 或者快 或者硕的卖过 那大家打起来都知道 哦 这个人卖过很坏 这个人卖过很慢 那这个人怎么好像结代卖一样 但是呢 决定一些细微的差别 比如说 他是陈系人结代呢 他是玄华人结代呢 等等 这时候呢 可能每个医生 可能就有不同的考虑 是吧 可能跟他的答案 都不一样 有的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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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规律 这一来一次扫头 这一来一次扫头 后面这一次用的盐 那么心跳看起来不会太慢 它这两个正常的距离 那应该是9多次 这时候呢 相当于我们中医的一个错的促白 我们促白是什么概念呢 硕是一指指无定数 也就是说在心跳比较快的情况下 出现心脏的停泊 那么它们的停是没有规律 那类似是在这样的期间中流线 那么结脉呢 结脉我们谈到什么是结脉 结脉是管是一指指无定数 那就是说 整个心跳比较慢 这时候呢 它有些停泊的情况 而且没有规律 像这个心跳的互相对比较慢 当然了1 2 3 4 5 是吧 它差不多有5到6次的心跳 因此呢 它这个相当于我们中医的结脉 管是一指指指无定数 然后心跳呢 正常情况下心跳比较慢 那么这时候呢 它呢 会有停 但是呢 它是有定数 也是有规律 比如说这个 它呈现连率是吧 它跳一跳停一下 跳一跳停一下 是很有规律是吧 那相对的心率 也比较慢 它这个心率也是不到六五多次的心率 因此呢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中医的带卖 管是一指指指有定数吧 那才以后表示在卖坡上可能就是带卖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七五五条 谈到三五五条的问题下 三五五条也就是说它可能绝对的没有规律是吧 那这时候绝对的没有规律呢 那可能我们就要看看房产了是吧 房产呢 那它心头就绝对没有规律 除非呢 这个房产它有三度的高速传统组织 那这时候呢 它的心率可能是比较有规律 那么像它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吧 那么它每个每个的每个的间隔是不一样的 它都没有什么规律的 那么这是有一个差异传统 那么因此呢 这个有点像我们心率的 我们中医卖或者参与生理 参与五条 这时候我们有时候 这个临床上会龙总的说它是麦结袋 而事实上有的人认为 麦结跟麦袋是不能够联合成这样的 因为一个是慢 一个是快 是吧 结人都只能定数 但是有慢有快有只有定数 以我龙总的讲合起来讲 它在一个病人心上 可能不能够表现一个正确 结袋同时的表现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前五度条来远迟 那么快麦呢 当然包括 用一个速结 激活 符合麦 这个是我们中医对快麦的一些描述的 我说那数麦呢 可能叫做因息六指 那极麦是因息七指 极麦是因息八指 那脱麦是因息九指 那符合麦是因息十指 是吧 越来越快 那像这种情况下是吧 它可能就非常快了 这个息率就要二百次左右息率 那这时候呢 就相当于我们中医的脱麦呀 脱麦呀 脱麦呀 这种情况是吧 那么当然了 就是这一块钱一阵就怎么过去了 那么这种情况 同样这种麦既然快 但是它也会有什么生命的异性是吧 那当然了 也不是绝对 也可以突然突然猝死的情况 但是相对也非常少见 那么这个麦相呢 就是说我们搭起来的 还好 还很有规律 也不是太快 也不是太慢 那这时候 事实上 也就是它同样也是一场的 心脏改变是吧 那它是一个防护 那防护它虽然 防护波比较很快 在这呢 它也成二比一的残导 因此它心势力不是很快 那我们在搭麦波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 哎 很有规律哦 快不慢 挺好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也不能够单纯的靠搭麦 来判断这个病人是正常 还是一场是吧 这时候我们可能要结合新链结果 那这种情况 麦波搭起来可能没有太多的改变 但是呢 事实上它是一个心率是差 那么这时候呢 就可以算是 麦菌治越死 炸心炸瘦越死 是吧 那这时候呢 它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计划性的实性行动过速 实性行动过速 那这时候呢 有的可以摸到脉搏 有的实性行动过速是摸不到脉搏的 那尤其是摸不到脉搏的 那就非常危险 是吧 那么这就 就用脱脉 褐脱脉 来解释 可能这是我们都搭不到脉搏 是吧 实际我们只能说脉贼不治 这种情况 因此它的运动是不好 我们中医强调 脉搏不治越死 炸瘦越死 那这是一个也是十四股的病人 这一个病人啊 那么它先是苏 后来是苏 这时候你根本就达不到脉搏了 那这时候呢 那么 的确是脉搏不治越死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耻脉的问题 是吧 那么耻脉包括缓脉 耻脉死 就是说心动过速 心跳比较慢的这类的脉 它包括缓脉 耻脉死脉 败败有多几个脉是吧 那它的缓脉是一膝四肢 一膝四肢可能又有一条左右了 应该还算可以是吧 一些运动员啊 那包括一些你们下面一些体质比较好的同学呢 它的心率呢 那应该是六十来次 六十来次 那这是一个正常的卖线 那我们稍微转一点 但是呢 如果说你一个小姑娘 比如说你明白 你很多体质很差的同学呢 一个女孩子 她可能卖过六十次啊 就不是很很对了 她可能要缺乏她的词 因为她别的心动就比较快 因为她比较虚 体质比较虚 那么迟脉呢 那么就是一种病理性的破坏的卖 一膝三质 一膝三质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在六次以下 那么四五十次的情况 它也是卖一膝二质 你一膝二质的卖性 那么也就四十次左右 那还是可以的 四十次左右还是可以正常的维持 藏气的攻击手段 我们还可以正常的活动 但是呢 到了败卖 那么一膝一质的情况下 那可能就不能够十六波线的在工作 在学习了 因为她一膝一质 也就是说她的心跳也就二十次左右 甚至十八九次 十六七次 那这时候呢 她肯定要出现 西元上的缺血了 然后缺血出现阿死了 那这时候所以说 这个败卖也是比较危险 然后这一波精败是两个细致 也就是说 她一分钟也就是不到十次的细率 那这时候这个病人可能 可能早就没了 而且这个病人呢 那么是一个 痘心心动波谎的病人 那么是由于这个是一个导播 那这她呢 是一个小男孩 那么她感冒以后 三天出现这种心跳波谎 这个并不是心情 连累的一个小孩演戏 那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 这应该算一个尺脉 是吧 那么还有一些 防止参照组织的病人 是吧 同样也是心跳波谎的 那像这样一个 这个心念图 这是一个病人心上 一个病人在不同时间 这个心念图的表现 就是她脉性 看看我们怎样表现 她呢 是一个 我们是摩碎的女性病人 她每身是个肠癌 那么然后她合并参征组 出现肠混练 那出现弥迈性肠默炎 中国性羞克 那么她开始的表现呢 是一个动性心率的表现 这上面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呢 已经有心机碎伤的表现了 然后呢 她慢慢的出现这样一个 一波性交接心率 心跳很慢 她也就说自己的心跳 到方节目 不激动了 那么她下去的心跳 代表她的心跳 就非常慢 那么呢 接着呢 她出现 除了出现交接心率波性 之以外 也实行一波了 那么出现早波 那么 这儿呢 她就出现了一个实颤 是吧 这是一个实颤的波性 那么这儿呢 出现实行自主波动 那么 从我们中阴角度脉下来 如何归系呢 那这儿可能就是一个 呃 齿脉呀 是脉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脱经脉败卖的 那这儿呢 已经是脉就不治了 是吧 因为在实颤的时候 我们是搭不到脉波的 同样在她的实现自波时 没有 不是有效的波动的情况下 我们同样也搭不到脉波 也就是说 这个病人 从 三点半到四点左右 到五点左右 最后的死亡 是吧 她的心率 就过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从脉波来讲呢 同样从有到尺 到多金 到结果摸不到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临终病的心电中 那么从我们脉线的角度来讲 可能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都不一定能达到脉线 我们就 就不算你摸不到 那在这儿你怎么会 很慢很慢 因为你摸到有一个比较神性 比较缓慢 就会脉波了 那么 那这个 是吧 这个它停放之间非常紧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 就不会出现 阿斯文和这个情况 那么 当然了 被出现阿斯文和症 已经出院停到上下 那么我们 这时候就要按起波器 是吧 那时候 那是个起波器的一个事 这是一个起波的起力 是吧 大家 不知道 什么了解 那么我们刚才 谈到的这个诊断方面 是吧 我们第一是根据它的主要症状 那也要跟它皆有一些症状 和心电毒 同时呢 我们书上来强调 还可以根据它的一些发病 诱医 比如说情质啊 乖感等等 之后来进行诊断 那么 事实上呢 诊断比我们复杂 我们终于 只要有心悸的这样的表现 有心跳心蛙的表现 我们就叫心悸 那我们心电毒 有些病人 可以做出来没事 他自己的心情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 整个心情 那当然大多数的情况下呢 它是败有各种不同的心理市场 那这时候呢 我们对我们心气的诊断 我们就更能针对心 那下面呢 我们谈一下 这个间别诊断的问题 间别诊断呢 我们首先呢 署长前的 修夷心痛和心气的间别 修夷心痛和心气的间别呢 这事实上就是说 没有什么很难间别 那么 心气是以心慌的表现 那么修夷心痛呢 它可能会有心慌的表现 但是呢 它主要表现在有疏痛 那它这个疏痛呢 可能是以胸部后的疼痛啊 或者心心躯的疼痛啊 或者脑脑啊 或者脑脑啊 所以呢 这两者的间别呢 并不复杂 有时候呢 它两者的症状都 同时病间 都比较明显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诊断两种病症 诊断修夷心痛 诊断心悸 那当然呢 有些病人呢 是由于修夷心痛导 这个 柔儿肌心痛 是吧 有一个心疼 它突然可以出现 实际上的情况 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只诊断修夷心痛 规定诊断心疼 诊断心疼 诊断也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医学 它你在诊断病的时候 它可以诊断好多病 它关心病 心梗筋心梗 然后或者是心脏 或者是心脏 也可以诊断好多 我们中医同样也可以 有疾病 诊断疾病 也是没有原则性错误 那么 除了跟疏病心痛间别以外呢 我们还跟温豚见语 那么 温豚 我们在学经会的时候 我们会牵涉到温豚这个概念 温豚就像 昆跑的小猪一样 那么 它比方表达为什么呢 那么 经会药略也没谈到 他说 温豚命中少口气 下宿烟壳 发飞律 不完整 接从精肚 就是说 你往下绝对骨气 从小肚途中逃到 烟红腹去了 是吧 所以我们像一个小猪在讨一样 那么我们终于形象地把它称为温豚吧 那么 它跟心计呢 它是有些共同点 那么它的共同点呢 就都可以表现一个心中的躁动不安 那么 用意呢 可以有一个惊恐保持的 那么 它的区别点在哪里呢 温豚呢 主要强调一个上下的充力 从上到下 那么发自哨虎 那么心计呢 它主要感觉一个心旺不安 那么它主要是 没有 从哨虎 上冲烟火这种充力的感觉 那奔腾 临床上我们还是可以干净 见到 那些神经过程症的病人呢 那些神经过程症的病人呢 那么 当然了 它附入临床上附入心计很多见语 那么 除了见别这个以外呢 我们说上还见别 非语言 或者非语言 非语言 这是不语言 那么 那么 这个病呢 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我们临床上很少解决 是吧 我们临床上在 整顿心计的时候 很少来证据与证件 那这个病呢 是在政治要诀典里面 谈到的这个病 它在主要表现是 皮肠玉食 心中插入所 妾 爱复暗示 不理眉后 见人者今一一丝诗诗诗诗 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一个 新主神之纹的诗长 那么 心计呢 主要表现一个 新主血脉的语长 那么 因此呢 心计是以新光 它这个非语言也可以去语言新光 但是呢 它皆有很多神经 神之纹的语长 因为它不怕见人 好像老圈欠别人都一样 来 其实 我也有看到 我看到人 一族诸果语台 因此呢,虽然说它都有形犯不安的情况,但是呢,它是有所去源,心悸呢,没有神经理常而已,并没有神经理常而已,它一般的呢,它脉线啊,是吧,没有神经理常,是吧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它的诊断是鉴别诊断,下面我们谈了病人认质,那病人认质呢,我们首先谈病人要求,那么我们要从哪几个方面去看 变心悸呢,第一,我们要看一下虚实情况,它这个心悸是由虚导致的,血不眼,吸食所养导致呢,它是由虚导致牺牲物明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脉象的变化,和并平辨证的景点,同时要经营间谍政策与经济,从这四个方面经营辨证 是,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虚实,那么虚实,它到虚,大家都非常清楚,虚无非就是气血运阳,脏腹的血腿,是吧,那无非是我们要变,它到底是以气血为主呢,还是以血血为主,是由淫血为主呢,还是阳血为主,或者是气血运阳,俊腿,或者是以气血运阳,俊腿为主,或者说是以淫血不足, 就是肩佳的一些阵性的同时出现,所以这个呢,我们临床呢,根据它的不同表现,来进行辨证 那么食呢,它主要强调,它的谈引淤血,那么还有火血,是吧,那么谈引淤血火血,那么它本身是谈有谈引的一些表现,是吧,比如说体性不要肥胖啦,也愿意吃肥腻的东西啦,天里可能有点,糖就多一点啦,等等 那么淫血呢,它可能有痛啊,或者是头的暗啊,它也不会有点色质啊,等等的感觉 那么火血呢,就有热向的一些感觉,是吧,因此呢,我们这不难进行辨证,我们可以根据它不同的症候,来进行不同的间谍 那当然呢,临床上,因为有典型的症候,它气虚,比如说比气虚,不在那里变它,那么很典型,那么大家都会变,但是呢,往往临床上,它的气血运阳的规序呢,都不是那么典型 而且往往呢,兼杂并肩,所以呢,临床上我们碰到具体的病例的时候呢,可能变得就有些困难了 那但是呢,从理内上讲,气血运阳亏虚,我们的变症还是非常好变,是吧 那么实症同样,我们也可以变,那么,虽然我们在变症非虚实,实际上临床上呢,往往是虚实加载 那么,或者是以,或者是以北虚为主,或者是以标识为主,那么,复合症候,是吧 那不是说那么单纯的,就是个气虚,或者就是个血虚,或者就是个谭语,或者就是个火虚,是吧 它可能谭语定戒,那有些病人,除了阴虚的表现,哎,他有阳虚的表现,阴阳也不虚,是吧 或者说,他既有阳虚的表现,又有谭语的表现,既有气虚的表现,又有血虚的表现,因此呢,临床上,气虚血虚啊,或者央视女婷啊,等等啊 我们临床上,可以建一些很多复杂性的一些症候,吧 那么,这个是在我们临床上,同学,我们同学最近也有下期实施,实际系的问题,是吧 那么,说贝勒可能很熟,但是一看到自己的病人,就不知道怎么掉,吧 那这主要是因为临床上的这么复杂性,往往不是那么单纯的 常常是结痂并见的 那么,除了我们被叙事以外呢,我们还要变麦相,是吧 麦相呢,我们刚才他在九段里面已经,基本上已经谈到了 首先,你要看看是快啊,是慢啊,是细律不齐的 那他可能提升我们中医的,那么,变症的病因病激是不同的,是吧 慢跟快,那么他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不是绝对,是吧 具体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吧 那快之行的心计呢,表现是硕结,错,拖,复合脉,是吧 那我们刚才谈到,一期六就是硕脉,那么一期七就是极脉 一期八就是极脉,一期九就是脱脉,一期十就是复合脉 那我们临方上,上经常也就谈到脉术,那么很小谈到下午这些情况吧 那么,过缓心的心计呢,有缓脉,死脉,死脉,败卖,多金脉 我们强调,缓脉,实际上有些是正常人的,正常脉象,是吧 那不一定是一个变态的脉象,那么,过缓跟快速,那是不是 那就是,我们从阴阳的角度来看,我们会不会想到,哎,过缓了,那就是阳虚,气虚为止,还隐隐 那么,这个过速呢,可能就应该是火光啊,就是阴虚啊,大家总体上会有这样的影响吧 那事实上也不是绝对,是吧 那对于一些快速性的心计,那心跳肺也很慢,很快,但是呢,它表现一个细硕,微细,是吧 那心理会快速的情况下,同时出现面肤之肿啊,出现这种客船,夜间不能拼货啊,这种一种情况呢,那同样开始阳虚的原因,是吧 那这往往是一个,膝衰的命运,膝衰的病人,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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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衰很快,那这时候它膝衰很快,它不一定是阴虚,或者弹火的病人 那它主要是西肾阳虚,不能够鼓动去买,它不动,心气不足,心阳虚归,那么,甚至影响到肾阳,然后,西肾阳虚 那这种情况,它是阳虚为例,因此呢,我们不能够单纯的根据脉不脉象的质数,也就是说,它调底下来决定,那么它是阴啊,是阳,数阴啊,数寒啊,数寒,是吧 临床让我们用具体的结合病人的症状,来认真地去分析辨证,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谈到这里,是吧 那么,一般讲来,硕脉是带着阳润的东西,是吧,是一种热象的东西,那么,心跳快,那就是说,发烧的病,是吧,可以说心跳快 那这时候呢,它可能就觉得阳润的东西,但是呢,如果它错而沉稀,微戏,伴有灭父之种,重则其短身的弹呢,那实际上这是一个虚弹,真正阳脱的东西,是吧 那麦齿,截带呢,赤儿无力,血寒云,那么,截带呢,主要表示气血脂质,那么,代表,代脉呢,常常都能继续衰,脏脂衰微,因此,它的赖脉,往往,毕竟比较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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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严重。 那麦齿,你会让玄滑脱脂为蜜呢?为什么玄滑脱脂是个很有力啊,是吧?那他心气很足啊,那么,古东有力才会玄滑脱脂呢?为什么说他是蜜呢?是吧?不说他是顺呢?那么,我们中医在谈到脉象的时候,脉象呢,没有力没有力,它可以摆入虚实的枕头,是吧? 那么,徐灵开就说,虚实之药,莫逃严脉,我们就被脉象来看待,可以看虚实。同样呢,他也被判断定情的御后。那么,我们看一下,景约前书里面是怎麽说的,对吗? 那么,景约前书在脉神章里面,他谈到,御查并且进退其凶者,但当有胃气不足。我们强调脉要有胃气,是吧?和缓,有力,有神的脉,是有胃气的脉。如果,查的之法,怎么观察呢?如今日上和缓,是胃气的见质,胃气质的并见其人。 就是说,脉脉比较和缓,是吧?之后呢,我们谈到什么,是胃气静置,胃气慢慢地在恢复。那之后呢,说明呢,如果比较好,运气比较轻。但是呢,突然之间呢,脉象呢,就是说很急,但是慢慢地变得缓了,变得不急不躁了,这也是一个好现象,是吧?是胃气来负的一个表现。那是呢,反正出缓后急诊,胃气的将去,是吧? 如果卖向北深,比较和缓,跳得不是很快,不快不慢,突然跳得很快,那这时候呢,是一个胃气将去的表现,才能变成无胃气之脉了。那当然了,那这说明,斜胜正退了,说明,正胜,斜胜正甩,是吧?那么是一种危险的症状。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同样的,也有这样的体会。因为一个病人,那么他,脉不很好,很和缓的,那么我们就很高兴。 如果他突然之间,心跳很快,那么我们就很担心,是吧?那么对于一些病重的病人,突然之间心跳很快。 比如说,有没有决脱的表现,是吧?有没有早期决脱,也就是休克的病人,早期也被心跳快为主。 那么有没有心衰,早期心衰的人心痛不好呢?说他心跳才快呢?那我们就也都非常担心。 那有没有失水的情况,是吧?如果大失水同样,心跳也会变快。 所以说,心跳呢,如果北深呢,我们有病体虚,脉相就应该相应的,那么就应该比较和缓,比较弱。 但是呢,反而呢,他出现脉相与症状不符合,那么出现玄滑活脂。 那这就有种危险,是吧?说明病情加重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助力了。 那么,至于这个脉相呢,好像羊花一样,是吧?那么,无定中,我们说三次羊花,无定中。 那这时候呢,说明正经好算,脏腹之气将军。 那么这时候呢,当然,说明病情比较不明。 你脉相都多不道了,明天通过了,那这时候病情还不清吗?是吧? 所以呢,我们在病症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变一个脉相的变化。 根据脉相的变化,来变排热虚实,变病情的顺利和变运厚。 那么,除了变脉相以外呢,那么我们还要参考病症,对照参考这些病症。 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心境,那么表现在不同病人心上呢, 它可以是不同的病,不同的心内区的病导致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病症与病病相结合。 那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更好的去治疗病人,是吧? 那么,以后是一般情况下呢,一些不能性的表现呢, 往前是神经病虚弱的,有神经过程症啊,有神经过程症啊, 中神经过程纹乱啊,那这些病人呢, 他往往呢,表现一个心跳,叫慢,也有快速性的心机。 那这时候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变证呢,我们以心虚的血液。 这种病人一般的,病人的胆子比较小啊,身体比较弱。 那碰到事呢,他可能就想不开。 所以老想不开呢,他就睡不着了,睡不着了,他就心慌。 那一系列的症状出来了。 这时候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可能是心虚胆怯,更多见语。 那么,当然了,有些病人会以心疲量的血管,气血的飞虚。 同样也可以出现这个情况。 那么关心病,关心病同样也可以合并各种各样的心疲时长。 是吧?那关心病从中医角度来讲,是我们中医心痛办法。 那么他强调的是,同样强调的本须标识。 那他的本须强调的气血液。 那他的本须强调的气血液。 那他的标识呢,强调。 谈你,谈解,血液,然后气质。 那么,我们的一方上呢,更多见的是一个气血血液。 或者是气的两时间有血液。 或者结有胎育,夹杂症的症状更多见语。 这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他有渾身病。 考虑到他有胸壁心痛,有心脉。 不通,甚至不畅,甚至不通的表现。 这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多用一些活血化医院。 或者谈于病症的一些方法。 反正次呢,我们变病,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具体的病。 他有没有渾身病的情况。 那么渾身病呢? 渾身病的病人,我们谈到。 红来是三七杂质,二维病,一维心脉。 出现心脉病,出现半膜的改变。 这时候呢,身上他还是分离。 一个极限风湿液的病人,他在早期可能感受风寒湿液。 出现关节的疼痛,出现风日性心肌炎。 出现心肝、胸肺等情况。 那这时候呢,他在早期可能还没有办法的改变。 那这时候呢,那么他同样有吸血。 这是我们可能更多的去侵略解读。 侵略解读的基础上,加上一些益气氧一样的药。 但是呢,如果他过了三几年, 他比如说病人十年以后过来了。 这时候他是什么症状呢? 他的症状就是一些心衰的表现了。 那这时候可能是一个防颤,也可能是心衰。 那这时候呢,他就半膜改变非常明显。 那么相应的呢,我们可能要从心衰的角度。 那更多的是一些心气不足啊,心阳不足啊,心身阳虚啊。 导致了水影,上灵心肺的一些表现。 这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去一气温氧,和水利水。 那么,他跟早期的这个,都是风寒十三期杂志。 那么,我们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做一个风心病的病人, 因为他是由于发生的四三期杂志。 二位病女组心脉导致的。 那么他在他的整个的病程当中呢, 常常会因为再次感受风寒十二期,导致病情的加速。 那些病人,他本来已经毁定。 突然感冒了。 或者突然感觉有点痛了。 突然有点活动了。 这时候呢,他可能心肌的表现就更明显。 就可以出现心默默不好啊,出现这些心理水肠的一些情况。 那这时候呢,我们同样也要加一些情练解毒的心肌。 是吧? 去风湿的心肌。 那么去风脱落的心肌。 你从临床上呢,就是说我们要更具体的病来病症。 那么,一个心肌炎的病人。 心肌炎的病人。 那么心肌炎呢,他可以是病毒性的心肌炎。 那也可以是风湿性的心肌炎。 风湿也可以导致心肌炎。 那么我们谈到可以异毒、湿毒。 也就是说,一些沙盘呢, 一些白猴啊,等等。 它也可以导致毒血的死伤心肌,导致心肌炎。 那这时候呢,因为我们强调, 他强调一个毒血,强调一个热血, 灰热血。 那么这时候呢,灰热血呢, 大口子怎么可以抗起伤心肌炎。 那么因此呢,临床上呢, 表现得清凉去更多一点。 因此呢,我们对这类的病人说, 噢,经常会有痛呢, 所以病毒性心肌炎的小孩。 这时候呢,我们可能, 除了疫气、养育、活血以外呢, 我们要适当地, 就要,呃, 用一些经验解图的, 一些量。 那当然,心肌炎的病人, 同样也可以表现为, 心气不足, 心痒虚弱虚衰的情况。 那这两天, 我看杨姜一个, 一个十九岁的, 一个高三岁的, 一个男学生, 那他就是病毒性心肌炎。 那么他的怎么表现呢? 那就是一个心跳慢。 心跳慢, 就是说他有护性心肌破坏, 有二度、二性的帮助, 要阻止。 那他的心跳呢, 经常是四十多秒。 那这时候, 他会有心情, 胸闷, 不舒服的感觉。 那这时候呢, 他除了有这个情况以外呢, 他同样也会经常, 护一护。 他就说, 他又会吃一点热气的东西, 特别人广东人, 是吧? 那么一吃点尖炸的, 那上火的东西呢, 他就会护一护。 那这时候呢, 我们辩证, 强调他是, 北心有这个余性危机, 强调有废慰这些。 那这情况下呢, 我们时代的给他, 用年轻的这种药。 那同时, 我们还要兼顾他, 北心心跳的慢, 是吧? 北心心跳的慢,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是, 加一些, 不一样的药, 是吧? 不一样的药, 不一样的药。 比如说, 马皇父子细心他, 马皇父子细心, 是吧? 比如说, 加一些灰身羊的药, 那么加点青毛啊, 加点五股指啊,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这些问题, 就要前面一步, 那么不能够单紧的, 考虑到他的心肌炎, 就要清凉虚。 他同样, 有些地方没有凉虚, 有寒凝的情况存在, 那这时候, 我们也要够复杂。 那么, 谈病,病,病的时候呢, 我们还谈到西衰, 那么我们刚才, 在前面谈空心的时候, 我们也谈到西衰, 那么西衰, 我们在我们整个内科学当中呢, 是没有西衰这一帐文化。 虽然我们中医是有西衰这个病名的, 但是呢, 中医的西衰的病名, 跟现代医学西衰的病名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医西衰的病名, 也是整个西部神圣, 是有了教啊, 健忘啊, 世面, 我们有西衰, 是有西衰, 是吧, 那他在晚期, 就是说病情的后期呢, 可能以西央之队, 水气灵犀为主要表现。 那么, 他在他的病变的早期, 西衰的早期, 西衰的早期, 西衰也没有症状了, 是吧, 那只有事实的检查, 比如说, 你做个超市动读, 他可能, 左心摄取均数, 低于百分四十,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中医, 同样的, 这么变成了, 可能他会以气虚, 经济虚为主, 那么, 他就不是粮食那种, 那毕竟, 进一步发人呢, 那摄血温数气度降低, 那么他可能, 就会出现新阳, 正确是灵新的问题, 是吧, 那当然了, 这个主要是左心摄的情况, 那如果是右心摄呢, 他主要表现一个, 体虚环点的雨水, 体虚环点的雨水, 可能更多是水, 那这时候, 可能就像肝脏的雨水, 颈心脉的冲, 是吧, 是吧, 它变成了什么呢, 转下, 是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能, 就更多的去, 活水化瑜, 活水利水, 那从这个角度去治疗, 是吧, 即便是心悸,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呢, 治疗呢, 各种方法也是不同的, 那么, 辨证呢, 我们主要是看, 前面是吧, 变感性啊, 病症结合变啊, 变虚实啊, 那么下面我们, 变经济与政策, 正是要跟前面一个间别指导, 它跟间别指导有关的, 那么, 因为它本身呢, 经济与政策, 在我们心系里面, 它代表的, 病基的意识不一样, 因此它的治疗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书上把它放到, 病名要以处的论区里面来变解。 那么经济, 我们刚才上面已经反复谈到, 经济与政策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经济我们谈到, 因为有外耳法, 因此呢, 它可能跟情绪因素有关, 突然的, 受惊了, 这个经济的情况, 那么一般是经济性的, 那么我, 过去了这阵就好了, 你不会, 因为我对心理正常的人来讲, 你不会老是想着这个事, 你不会老是觉得心慌, 那当然呢, 像我们上天课主例的说, 所以, 因为, 以为是递阵来, 就递阵出现这种情况, 那这种问题比较少, 是吧, 那主要是正对这一发性, 那么, 那既然是发作性呢, 那么, 它突然就起病了, 那么, 病情呢, 还是比较起病, 应该还谈不上病情,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还谈, 就是星光, 突然光一下, 也不能叫我病, 是吧, 那么, 那么, 这种情况呢, 可以自行环境, 不用事了解, 就好了, 不过经济的时候, 跟正常人一样, 一般来讲, 有些功能性的改变, 那么, 人症状呢, 一般来讲, 是有病, 是久运体虚, 心脏受损所致, 那么, 它会有一些气质性的心脏运, 存在, 一般来讲, 有些呢, 比如说, 持续性的心, 比如说, 一个心动破坏, 它可能就,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它就一直这样, 说那种持续性的存在, 那反而, 一些突然, 那么, 这种情况呢, 它可能有这一把性, 因此呢, 症状呢, 它也可以表现了这一把性, 那么, 因为我们强调, 它是久运体虚, 因此呢, 它希望活动不加, 我们终于强调, 老子好气, 你动了, 那你就会随着气水, 那么, 所以呢, 它会出现活动不加, 这种情况, 那一般讲来呢, 相对于经济来讲呢, 它并竟是个叫重, 那么, 会一件进展, 越来越厉害, 那么, 那么, 如果, 它体现发作性的表现的时候呢, 它不发作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能够查到它的病状, 有点外心病啊, 或者有点心肌炎, 或者有点育脂肪症啊, 等等一些情况, 那么, 那么, 我们一般讲来, 它的心脏气質有病状, 那么,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从, 概述, 引起, 冰, 冰姬, 和, 它在诊断, 那么, 还有很多的描述, 包括它的病, 病激, 包括它的症状, 描述, 治疗, 方药, 描述, 与杨栖水也不关, 同时呢, 跟, 商涵有关, 那么, 商涵卖戒代, 新冯吉卖戒代, 治疗草汤主, 也就强调, 在外赶以后, 可以出现新疆的状态, 那么, 至于真武汤正和, 慧治疗草汤正呢, 那它强调是杨栖, 那么杨栖引庭, 上令新废以后出现, 这种情况, 那么, 宋代, 那么, 它提到一个, 正中, 谈到了正中的问题, 那么, 那么, 朱南希呢, 主要是谈于虚, 那么, 张中锦呢, 还更强调一个是, 精水灰虚, 强调虚的理念, 那么, 101改错呢, 强调于虚, 可以谈于虚, 是吧, 我们从, 五个方面, 那么, 类数了, 心境病病基, 那么, 从它的诊断, 见别诊断方面呢, 诊断只有心境的表现, 然后呢, 结合一些心境图的改变呢, 那么, 结合它的一些接有的症状, 我们就可以诊断, 那么, 间别诊断呢, 我们主要是与虚必心动间谍, 跟温泉气间谍, 是吧, 跟非国间谍, 那么, 对它的辨证呢, 我们从四个方面, 那么, 继续讲述了它的辨量, 那么, 首先要变虚实, 那么, 要变脉性的变化, 是吧, 那么, 我们还要变什么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 变什么, 第三个是变什么呢, 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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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证结果, 是吧, 那么, 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注意, 精细跟正常的一些建筑, 那么, 这期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课我们一起来讲, 变证的事情, 下去了。 没错的事情, 这些也不必须是什么呢, 没关系的事情, 没有关系的事情, 谢谢观看